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称为促居 促居兴起于春秋战国时期 兴盛在于唐宋时期 而普及却于宋代时期 宋朝被视为中国古代足球发展的鼎盛时期 当时无论是九五之尊的皇帝还是平民百姓都酷爱促居 宋太祖赵匡义踢球的高超技艺 在当时赫赫有名 高球就是在宋代全民促居热的这个历史大背景下登场的 话说哲宗亲政后 重新重用变法派 苏氏为了明哲保身 采取以退为进的战术 主动要求外放 但在他离开京城之前 还做了一件事 安顶好跟随自己多年的疏通高球 苏氏最开始把高球推荐给汉林明史层部 但层部不是千里马 他没有收留高球 随后 苏氏改变策略 不再走明师明史的道路 而是选择了走至亲至爱的道路 将高球推荐给了驸马王晋青 王晋青是端王赵吉的姐夫 两人关系非同一般 都是真正的玩家 而苏氏和王晋青又是铁哥们 也正是因为这层关系 王晋青当然笑纳地收留了高球 进入了王府后 依次不然的机会 高球认识了当时的端王 及后来的微宗赵吉 因为有得到了惠人相助 他的试图得以青云之舍 而与之相反的是苏氏接连遭贬折 穷困潦倒 最后在凄惨困惑中病逝 滴水之恩 永泉相望 发迹后的高球并未忘记老师苏氏的恩情 后来美当苏氏的后代子孙 及亲友友来京师时 他不但进地主之仪亲自接待 而且正已经淫财务周记他们 当真做到了知恩图堡 机会永远是给有准备的人 据徽主后路记载 有一次 王生派高球到端王府送婢子刀 高球到端王府时 正欲召集踢仇 应该说召集的球踢得很烂 简直是业余中业余 恰好这球迟问高球而来 他只好露了一小手 很快将球踢得如表脚粘在身上一般 高球踢出一脚 堪比和埃尔克森的世界波渊男馆 立即得到业余球员 召集的连升喝彩 事后便将高球收位亲戚 半年后 高球就成了殿帅副太尉 最后成了国家军事主席 场馆进军 当然 威宗喜欢高球 除了他能踢得一脚好球 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游几把刷子 是想想 他能在高位数十年不到 没有点真材实料 能扛得下去吗 他的真功夫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 高球懂得读心术 他能及时准确地揣摩出皇帝的心思 有一套让皇帝觉得很舒服的本领 如他管理进军时 在军队的训练上进行创新 他让水军的舟船图成采舟 让人耳目一新 他让战士们表演的不是马术 射箭 披杀等作战技能 而是武师 伐大骑 迅猛兽 演杂技等 让人赏心悦目 对此 威宗赞不绝口 其次 高球懂得经商术 高球在招兵买马时 有一条很奇葩的规则 要有一技之成 他告诫士兵 可以不训练 可以不当差 但必须发挥自己的特长来赚钱 因此 高球所管的军队 训练水平都不敢空位 但生产经营却抓得生机勃勃 而赚的钱都自然流进了他的腰包 因此 他带领了八十万进军 其实就是八十万个帮他的打工仔 并且是不用支付工资的打工仔 这种吃空想方式令人叹为观止 我们不得不佩服其才情 最后 高球懂得 归连术 以高球是聪明人 他自然知道自己整天忙于赚钱的文艺兵是没有真正的战斗力的 特别是面对金军这样的虎狼之师 几乎是鸡蛋碰石头 因此 随着外地威胁的与日俱增 他选择了金盆洗手 全身而退 后来 当童冠等人被诛杀在京师 蔡金等人饿死在北上途中时 只有主动退役安卧在家中的高球的以善中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MING PAO CANAD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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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G PAO TORONTO